中華職棒最近剛舉行完頒獎典禮 其中衛泉龍外野手郭天信 不知獲得金手套 還在最佳十人以兩分之差 顯勝陳文傑多得雙料獎項 但開心領獎的同時 網路上卻也出現質疑聲浪 讓他坦言當時雖然有點沮喪 但轉個面正面看待 也相信自己能夠克服困難 郭天信本季出賽一百一十場 兩百九十七次捨備機會 有六次失誤 十二次註殺是聯盟最多 打擊方面一百三十八支安打 包括兩轟 貢獻三十二分打電 打擊率三成零一 坦言保送方面 因為太想積極攻擊 邊邊角角的球 都不想放過 但其二十一次撕壞球 還可以再進步 期望明年至少可以三十次 保送 天歌已經為終職球技 立下新目標 至於球迷同樣關心的經典賽 被問到是否收到徵召消息 郭天信和陳潔憲都做出回應 臨總這邊是有跟我說 休息這段期間 你要好好的去準備 所以後面怎麼樣 我不知道 他是大概這樣講 所以應該是說即使沒有那個名單 我每年在這段時間都會做出準備去面對球技 因為一樣三月 三月也是我們差不多 在比賽的時候 所以就是一樣把自己的步驟調整好 四爺距離上次出徵國際賽 已經是二零一四年U二十一的世界盃 後來十二強因為受傷 五元參賽 明年有機會披上國家隊戰袍 相信球員們都會做好準備 期待進入大名單 為國爭光 網站一台採訪報導